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一年級的時候功課還沒有很重 盡自己的能力把功課就念好那樣子 因為一年級其實真正的專業科目那些都還沒有出來 都是一些像國中延伸出來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一年級的時候你要把基礎當 不然你就是二年級三年級有時候進階的話 進階的一些關聯然後就用到一些一年級學的那樣子 所以我覺得一年級一定要先把基礎當好 二年級功課會開始變重一點 尤其是專業科目就是會陸續加入 那我覺得專業科目一定要就是在二年級的時候 一定要先全部搞懂才可以 不然的話就是三年級複習的話會很累 因為三年級是火音速轉一轉二又一起來 所以我覺得專業部分就是二年級如果 就先搞定的話三年級會比較輕鬆 那三年級的部分呢 學校通常會有進度 補習班也有進度 看你是要選學校還是選補習班 其實兩邊都可以 兩邊其實都排不錯 那我那時候跟的時候是 我是兩邊都跟 不過這樣子蠻辛苦的 那如果我選擇兩邊都跟的話 就是到時候 複習的時候就是會重複到那樣子 就是又多一次加深音響那樣子 所以我是兩邊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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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選擇 做什麼 等 rum